本帥 本帥 各位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大家請仔細 走開 走開 大家請坐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剛才大家都吃飯 應該現在精神最好 不過 我想應該半夜很久過 就開始會進入睡眠狀態 一般是這樣 因為我有一個經驗 因為我 我先自我介紹 我小組 曹操那個曹 但是不是我生了 我們台灣人很多都小組 曹季平 我本身我是 我是做主動控制 電子 但是我電腦夢很早 很早 在以前還有家裡沒有電腦 差不多都是開電腦徑的時候 不是現在電動間 學校的電腦徑 那時候就開始沒有電腦 都是做很方便的東西 附近 附近 我現在 可能大家看到 我們今天的 課程 上面有寫 寫 寫電腦專家 不要這樣寫 寫 寫曹老師就可以了 電腦五四三 有的人應該知道 那是一個節目的名 電腦五四三 那就是我的節目 所以說 我在電台說電腦很久了 十多年 那時候我們民主台 還算是地下電台 開始就有參與了 結果 因為我發言說 我們台灣 我們這個本土牌 在電腦 這個領域 在修詠這裡 都年輕的比較多 要把我們這個 版圖擴充 唯一的辦法 就是節目外 年輕化 來說電腦最好了 所以我自告奮詠 說這樣把它熄下去 我就開始說電腦了 所以我也有很久的一段時間 我住到的聽眾 或是 我們那些 很多都變粉絲 我們常常也有聚會 還有開過班 最歲的小學 最年長的 八十二歲 今年也八十二歲 八十二歲 那又是阿嬤 不是阿公 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給電腦 他說 我就要跟我們美國的孫子 現在喔 要連絡 電腦整個鬆鬆 我們學生 就剛才幫我們 換一個電腦 還換一個視訊 換一個小孩 他在開閃電腦 他在開閃電腦 都要看 他就看 美國生產的事情 他都知道 他說 就是因為這樣 要給電腦 他說 這樣應該要給 至少 你可以生很多錢 有些人 開始就 因為是這樣 開始 忘了電腦 我今天要說的 就不要說 這些 這些 石板 這些東西 我今天要說的 要說比較粗糙的 我要說什麼呢 我們現在說的手機 手機啦 手機啦 現在在座 10個都有手機 沒有手機 拿起來 只有一個 你為什麼不帶來 不習慣使用 不習慣使用 這樣 這樣 你是藝術 現在有手機 還當低頭族的人 顧得多 來 是低頭族 自認是低頭族 請舉手 都很客氣 其實 如果是說 用手機 因為我們現在手機 跟以前不一樣 我們說 這機是手機 但是我說 它不是手機 它是一隻電腦 那如果我是這隻手機 來說 你如果說 我是手機 這樣是我的便運 我就什麼都有 你告訴手機 要鍵盤 我也有鍵盤 我鍵盤在那裡 這樣怎麼 告訴我 我是手機 不是 它不是手機 我們要有個觀念 現在手機 已經不是叫手機 我們要給它證明 給它證明 叫做電腦 那是什麼電腦呢 它本身 是一隻電腦 它有一個功名 叫做卡電腦 以前的手機 不一樣 以前的手機 設計出來 這支就是要給你卡電腦 你要做吉他 都沒有 都沒有 到要進步 可以學生 可以聽音樂 可以聽廣播 那是到第二階段 到第三階段 可以上網 但是那時候也不是叫電腦 那時候你的作業不通 那不是叫作業不通 那時候 它這個電腦裡面 還有一個功能 可以讓你上網 上網做的事情 也非常非常有限 那時候還不是叫電腦 現在叫電腦 它怎麼去分跡呢 我們現在拿的這個智慧型手機 它都在造一個程式 跟我們的家的電腦 我們家的電腦 現在造什麼程式呢 大部分 我們都在造的Microsoft 微軟 微軟的視窗 Windows 現在到Windows 8 聽說8.1也出來了 他們造這個作業會通 那如果有的人說 我不是用Microsoft的東西 不是用PC的東西 我用那個Apple Macintosh 它造的是iOS iOS 它不一樣 它的OS 我們叫作業系統 Operation System 它是用Apple的作業系統 跟我們一般我們看到的 我們個人電腦 用Windows的作業系統 是不一樣的 但是它都叫作電腦 那為什麼我們不叫它電腦 它也是造作業系統呢 它造什麼作業系統 也有兩種在的 電腦上面是叫做Windows 跟一個叫做iOS 它也是一樣 作業系統 它是這個電腦 你要有一個作業系統 可以造 再用它去造它一些運用程式 它用什麼作業系統呢 現在最多 手機裡面 用作業系統最多的 就是Google Google發電的那個叫做Android 就是叫做安卓 這個作業系統 另外呢 還有一些在用Apple的 那個就是iOS 那差不多25%而已 如果用這個Android 那差不多有50幾% 要到60% 現在來說 它會一直成長 這個結構 跟這個電腦 比較不一樣 電腦來說 你用Windows系統的人 更多 那差不多7-80% 要用那個OS iOS的人 比較少 但是手機還有其他的作業系統 像歐洲一些歐洲 他們還有一些作業系統 還有 渣機 一些出來的 大部分都在歐洲比較多 他們有自己的作業系統 那都是屬於很少 少數 少數民族 所以說 我們大家手機 差不多 如果說 你不是用 不是用Apple的東西 都差不多是用Android的比較多 另外一點 這隻叫做電腦 有時候我們會這樣想 很多人開始利用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有10層的有7層的 平板電腦 在Apple它叫做iPad 如果一般其他公司 它改叫做Tablet 就是平板電腦 我們就要說它是平板電腦 如果拿一般的 我們看到的Samsung 或是說A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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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碩啦 紅機啦 他們的平板電腦 我們電腦 不是那個平板電腦的縮小板 你把它拿那個 Samsung的7層的 和Samsung的那個 Note 2 手機 你把它拿來看 它走的東西 完全一樣 就像它跟碎盤而已 為什麼碎盤 叫做手機 大型的叫做電腦 不公平 都是電腦 這是一個觀念 大家清楚就好了 再來 既然我們有一個 一家迷你型的隨身電腦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現在先來 做一個統計 我們都有利用手機 你如果知道 你現在用的這支手機 叫做智慧型手機的人 請給他唱一下 這麼多喔 差不多 兩機要看的 六聲應該有 所以說 現在的手機也是這樣 大部分都是智慧型手機 傳統的手機 那很少很少 那差不多都是這樣 小孩沒有在用 小孩用比較好 像我這手機 我們女兒 淘汰 好 所以說 差不多是 一些 算比較年長的 他就像我要打電腦就好 你越大越好 那就是零元手機 其實現在 這個智慧型手機 也是零元 也不用錢 這麼多 螢幕比較小的都不用錢 那超過四孫的都要錢 都要錢 尤其最新的 聽說 很多天的Samsung 還出一支 MG Sony 說不對 Sony出一支手機 那些小孩 倒起來 那些小孩比它更大 可能 很多人都看到 那些 兩千萬法術 那些 你如果說 你的照相機 如果不說很新的 還沒有那個法術 兩千萬的小孩 那些 那些 賣多貴呢 那些價格他沒有說 那些小孩比那些比較貴 少說 因為那些手機 四隻也超過一萬 所以算算 那些單元的相機 來講 可能介紹 比瓜館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說 我們現在看到現在來 這個 手機 已經不叫做手機了 它是電腦 它是電腦 我們現在來講 這隻手機 我們要怎麼去使用 現在我相信很多人 拿智慧型手機 第一件事 它會去做什麼 大部分 都說 都在用LINE 我怎麼沒有 就叫我們小孩 什麼 聽說卡電話不用錢 會開始卡電話不用錢 所以我問一下 來 現場 有在用LINE的人 請牙手 一碗 一碗 應該有一碗 所以說 如果不知道的人 要問我 問隔壁就知道了 問你們學生也知道 其實很賣人 LINE這個東西 那是一個通訊程式 通訊程式 早期我們在用電腦的人 都知道 有用到ICQ 很早以前的台詞 用ICQ 用到Skype 用到MSN Yahoo Messenger 那都是一樣的東西 LINE跟人 不一樣的 就是說 它基本上 它是要給你用的手機上面 因為我們知道手機 本身在電腦 它走什麼 它來走什麼城市 做什麼事情 它就叫做什麼 所以 你走卡電話的城市 我們就叫做手機 既然這樣 為什麼不可以走其他城市呢 所以說 LINE這間公司 這是日本的公司 開始厲害 這樣 底底看多少時間說 我們跟他說既然車就好 既然車號稱有一億 全世界一億的人在使用LINE 到這幾個月 上五個月 八個月 八個月十幾個在那個 簽約 在日本的簽約 他們有一個年費 人家的那個 集團長 他怎麼說呢 說到目前為止 全世界已經有兩億四千萬人 在用 所以說你看八個月而已 還多一億四千萬 很厲害 為什麼那麼厲害 因為很方便 最主要是 它好用 還有它有那個價值 所以說 在底下 它的成長會很快 我現在另外說一下 我們台灣的狀態 的狀況 台灣 有這個 LINE的帳號的人 有1千七百萬 可能大家不想相信 那開始有這個數據 台灣2千四百萬人 居然有1千四百萬人 有帳號 有帳號 沒有代表他有在用 有的穿起來 都沒有在用也有 有的一個人 他把他清兩個帳號 當然 怎麼要清兩個帳號 有困難 因為他是對手機的號碼 所以說用那個認證 一個人要多錢幾個是 沒辦法 但是他可以利用 他們爸爸 他們阿公 會送那個手機號碼 也可以穿 所以說 有1千七百萬 是沒有什麼意外 重點 不是在這裡的認證 重點就是說 輸用這 有經常在使用LINE的人 就是說每天 你會去它開一下 像我是 二十四點 政府都開的 好像待會兒 用電腦 有時候插電的話 我會插電 像這種 這種 你用這個LINE的人 有1千萬 台灣 都很怕人 台灣是資訊大國 無庸置疑 目前 大家都 有在用這些 智慧型手機的這些程式 但是 你敢知道說 你的智慧型手機 有多少功能嗎 有多少 大家敢知道 其實 你 如果用智慧型手機的人 你這支手機的功能多少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因為不管是 都有一些 新的程式 要用 就像用電腦一樣 我這支電腦 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只可以跟你說 它沒有什麼 不會做的 那要我們人去教他 對 我們人去下一個程式 走 他就要做 手機也一樣 因為現在手機也叫做電腦 所以說 我們現在看到 為什麼 智慧型手機 這麼沒人 因為隨身 到處 只要有上網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上網 就可以去使用 電話以外的功能 這些功能 比這個電話的功能 還要多得多 所以我們常常在看 動不動 有人說 有什麼APP 有什麼APP 有人說人家不知道 APP就是一個程式 那就是在電腦 它的名稱沒有到一樣 它的說法 其實都是一樣的東西 電腦我們叫做application 應用程式 application program 在手機 那幾個 不要說application 說那麼長 他說APP APP 就是application的頭髮 那三個 所以說 現在外面我們常常看到 你去下載什麼APP 你就可以做什麼事情 有的商家 有的商店 餐飲業 他們都走在這種 資訊的前端 他動不動 他就說 來 我們有一個APP 你可以下載 下載一條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譬如說 你要訂pizza pizza 也有訂pizzaAPP 啊 高鐵他說我也有APP 台鐵說我也有 連醫生館也有 我看病也有APP 因為你很方便 你如果有那個東西 開一開 你打你的 因為手機子 認證很方便 一支手機子 有一個號碼 不像電腦 這台電腦 只有你利用 別人不會用 手機子大部分 都認證很方便 所以說 利用這個機制 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說可以做多少事情 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 電腦可以做 他都會做 有的人拿來拍照 有的人拿來做 電腦機子 有的人拿來 電腦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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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電腦機子 電腦機子 包括現在 剛才高速公路 我們有ETC 電子收費 電腦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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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 都已經 套在一起了 我們要獲得資訊 還是要利用 他來做一些事情 這都是 已經很簡單了 不是說 以前說 我如果 要做一些這些東西 一定要去找一個電腦 那裡上網 那裡上網 還要去那裡 看到的 介面 看到的那個畫面 還要飛行走 我們也要運到 手機就不一樣了 手機它所有的東西 重 重 它也差不多四寸 五寸 這個畫面上頭 像我這個還有鍵盤 大部門都沒有鍵盤 直接關上鍵盤 大部門都沒有鍵盤 直接關上鍵盤 做低頭煮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這就是它 這個東西 我們說什麼呢 叫做friendly 叫做很友善的介面 我們要用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如果很簡單 我們就很容易上手 這個東西如果這麼簡單 可能我們就不敢用 或是會懼怕它 我們現在拿一個遙控器 這裡看有遙控器嗎 這個還好沒有幾個案件 我們自個電視的遙控器拿來 上面案件四、五十個 我們不知道要離開 最後只學會按頻道上下 聲音大小聲 全部都沒有鍵盤 還有一個開關的要鍵盤 所以說它的設計不是說它不夠友善 沒辦法一公零就那麼多 它所有東西都做一個頂頭 因為你沒辦法成本要降低 它不能像電腦 像我們的手機這樣做得這麼簡單 一個畫面 所有的按鈕在哪裡 甚至都沒有 都在畫面上 畫面會變動啊 當你要到另外一個畫面去選擇的時候 那個按鈕才會出來 所以讓你感覺起來就說很簡單 有時候 基本的東西 根本就不用人家 你就要用 現在很多人 像我們現在在座 都在用這些自衛型手機 除了我們剛才說LINE以外 卡電的以外 有很多人在做什麼事情呢 我相信我們在座是比較沒有在做這些 都在玩遊戲 玩遊戲啦 遊戲都是年輕組的 我們在裡面也有很多年輕人 有在玩遊戲的請舉手 不多了 已經到各位數了 到各位數了 玩遊戲也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介面啦 隨身攜帶嘛 而且 玩遊戲來說 不 不怎麼耗電啦 除非你要上網 大部分很多 你沒有在玩網路遊戲 手機沒在玩網路遊戲的時候 那個東西 跟上網 就不一樣 就是它的持久性 它的續航率也比較長 所以說也這麼多人這樣 尤其 這麼多用平板電腦的人 用iPad 用 吉他平板電腦的人 這麼多用那個 東西的 大部分 都是怎樣的 都是D-Sense遊戲比較多 用那個卡電的 可以耶 像7吋的 10吋的 都有的 用卡電的功能 你看到 一人拿一個10吋的 平板電腦 動作電腦放在這裡 你會覺得很奇怪 那沒什麼奇怪 只要把它縮小 就是手機 但是功能完全一樣 所以說 這個領域就出來了 像我年輕人 還是說 有特別的需要 有時候要玩遊戲 有時候就說 年輕人 要優好一個 88級 送他一家7吋的 拿著 他不知道要怎麼用 只要買的 母子跟買的 說 我也要卡電腦而已 很注意的 在街上經常看到 我拿著7吋的 就像手機拿著在這裡 我現在到底理從什麼 卡電腦 好 齁 齁 我相信 很多人 不一定說 在這裡 用電腦 不一定說 在這裡 用電腦 但是 自動你在 開始用這支手機的時候 你就開始在這裡 用電腦了 所以說 我有在芭蕾中學 我有問過 從來沒有用過電腦 沒有坐在電腦桌 去用電腦的人 或者他坐在電腦桌 跟人家玩遊戲的人 所以都沒用 從來沒有 他第一個接觸到的 就是智慧型手機 還是說平板電腦 所以說 這個 人數也很多 像這種人數也很多 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就是說 電腦 你如果從不上電腦的時候 你就沒有那個 懼怕的心理 馬上可以跟你很親近 你馬上可以用它 這也拉近了 電腦跟人的距離 像這樣說 所以說 電腦跟人的距離 變得這麼近的時候 電腦上面有很多訊息 就是要傳到一般的使用者 就方便了 如果方便的時候 這就另外一個 層面的問題出來了 如果說在鄉業鄉 就變一些鄉業的用途 就開始到上面 會出現了 手機子就是 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現在手機子上 我們在鏡頭的一些商業的東西 開始進去了 譬如說 你說現在LINE LINE到底有什麼商機 我們不知道 但是吉他 我們看吉他的一些應用 我們如果上網 用電腦上網跟手機上網 基本上你看的畫面不一樣 因為它的可視面積不一樣 所以說 有的公司 它會做兩個介面 就是電腦在用的 手機子在用的 在不一樣的介面的時候 他要做一些自路性的廣告 他就做不一樣了 如果手機子來說 我們現在 你如果在用自衛行手機 散播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些 像 也不是叫簡訊 因為你可以上網 你只要有說 用到這些主管 就有些訊息在裡面 這些訊息來說 有時候 你如果住電腦 你還不一定看得到 你要開電腦就看得到 但是手機子 隨時就看得到 所以說 這個變一個 很好很好的一個 溝通的一個東西 包括像 我們常常有收到 中央有些課程 我也常常收到 都透過 我們手機子 自衛行手機 上面的一些功能 來傳遞 這來說 對於我們在 媒體比較綠 比較綠的 本土的台灣人來說 這是很好的一個工具 很好的一個工具 我們可以用這些東西 用這些工具 可以做很多事情 包括一些理念的宣傳 或是說我們的 橫向的 互動 都是很方便 好 我們現在來說 這個 智慧型手機 我們有時候 常常看 有些 一些 所在 有看 一些 像 一片 黑黑 上面 上面 密密麻麻 有些 符號 這個 我們也是 我們的 網站 我們的網站 好像上面也有 還是 報紙 我們把它揭開 有一塊 黑黑 上面 密密麻麻 符號 在那裡 那些什麼東西 大家知道我在說什麼 不知道要請牙手 還不錯 還不錯 我還不錯 我想外人說不知道 因為我剛才 白雷團體有說這些東西 外人說不知道 那個叫做 QR code QR碼 二維條碼 那些東西 會好用的人請牙手 很客氣 很客氣 好像幾個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有什麼好用呢 到今天為止 可能有很多人 我知道那些東西 但是不知道要怎麼用 那些東西很好用 尤其是做生理人 或是說我們自己也好 譬如說 我要跟這位先生 我要傳一些東西好 是文字 譬如說 你很重要 你很重要 我這幾年 我也可以做QR code 傳給他 如果人家看不見 他拿去 拿去 利用電腦的QR QR code 解碼 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好像間諜 這是 我說的一個好處的東西 其實那個用途 現在做什麼用途 就是 我們現在很多 很多公家機關 或是說 一些服務業 都有這些東西 譬如說 我們有看到那個 大樓的 會看到一個東西 上面 它有一個符號 這個是那個 高鐵 台灣高鐵 它有一個叫做 QR code 放在旁邊 那是什麼東西呢 那就是 一個網址 一個網路的網址 怎麼去使用呢 我們現在做的行手機 每個人都有這些程式 當然 它有一些專屬程式 你可以安裝 如果沒有的時候 它本身 你如果用LINE上頭 LINE上頭也有 也有這些東西 那叫做 QR code 讀取程式 我們手機的 鏡頭 對那個 QR code 那個網 對那個時候 它就自動 搭出來 搭到什麼呢 搭到它的網址 有時候我們幫它補 說 我們民進府的網址 叫做 http 冒號 兩條斜線 什麼 usmgtcg.ing.com 黏著一半補 你就說 黏著一半補 我記不起來 不用啦 現在都不用 直接給那個call 就好了 說來手機拿出來 回去就可以看 不用回去 現本時就可以看 你這裡我上網就可以看 這個就是 那個QR code 的一個工人 當然 我們 就想看看 這個QR code 它可以代表一個王子 也可以代表一串的文字 它可以放多少里呢 跟它的大小有關係 它有它的字式的規格 最多的可以放到256里呢 像這個東西 在商業也好 商業也好 商業的用途 這麼多的地方 我們去店的 我看它門口就給它 帶一堆桌 它自己印的 它自己印的 要說 你用這個QR code 給它砍一個 來這裡給它打卡一個 我就送你一個會員 或是送你一個便吉人 小點心去餐廳 經常有塗到這個東西 所以說這個我們也要把它用 不是說為到那個冰淇淋 為到那個蛋糕 其實 我們可以自己發揚光大 那個會很好用 尤其像 有人時候 我們要做一些傳輸 一些東西 包括我剛才說的簡訊 文字 什麼 網址 或是說我們自己的Facebook 落落長的 Facebook頂頭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帳號 黏整發布也黏不清楚 我們都可以做 所以說 這個東西 大家等一下 如果有 我們會有一點時間 可以大家來交流一下 也可以去那裡拿出來 我們現在再把 我們 我們 資訊部的 我們這些 朋友 我們把它通通一下 聽說 上課時間 為了 不讓人家 不讓人家可以上網 所以說把Wi-Fi關掉 待會兒 我們破例 給我們開一下 我們來玩看看 同時 我們可以有些問題 可以拿出來 大家來討論 我覺得 算手機是 很趣的一項事情 能夠達到這個 叫做低頭組 也是不容易 需要一些時間 有時候 要做低頭組 有代價 你如果說 塞車那是不可能 你如果坐捷運 沒關係 不要坐過頭就好 我有時候 現在我坐過頭 有一輩子 我要去台南 坐高鐵 不知道你做什麼 從我 車開 走去 現在還要做營 我也是這樣 沒人過 這是通病 沒辦法 好 好 我們說到這裡 說到這裡 為止 我現在 要說一個 這個 我們手機 在使用 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然有時候 你也發到煙往前 我們知道我們手機 要怎麼用 你如果是說 只存打電話 一個月大部分 都是說 有一個資費 看是多少 有的說我是用 三百塊的 比較沒用的 有的說我用六百的 有的說 在地五六八 多少 反正 那些業者都有一些 套裝的 一個方案出來 我不知道大家 用什麼樣的 那是公位的部分 那如果上網的部分 就不一樣了 所以說 一支手機 你要入 這些電信公司 要入兩條錢 一條就是 卡電費 一條就是上網費 一般的人 如果說不在上網的時候 或是說 他有上網 他是用Wi-Fi上網 不是用3G上網的時候 他就不需要去 那條錢 我入電費錢就好啊 上網的錢 我就不可以自己入 3G的錢不可以自己入 不可以自己入 沒關係 可以 但是 這些 這些 電信業者 我們說比較多 怎麼說呢 他沒有把你盡掉 你用的 不管是可以用 你開始用的時候 那叫做跳馬錶 用多少 算多少 用傳輸量 就算 你如果偶爾用一用 那都沒問題 那錢都沒多 但是 你如果不知道 沒關係 我剛才開始用 我也不知道 有這個東西 開了說 不錯喔 我的手機也可以上網喔 上網開始 有黑大廳 幫你LINE 幫你譬如說 Facebook 黑大廳 算 越算 越好算 後來的帳單來的時候 會奮鬥 會奮鬥 早期的時候 會奮鬥 現在是沒有人奮鬥 但是現在看到那帳單 那時候 那時候 我看得到 會把你抓到那帳 怎麼說 早期的時候 沒有上線 沒有上線 早期的時候 我都是用 無線上網 意思就是說 我 納一個錢 多多 食材我上網 不算時間 現在很多人也是這樣 早期的時候 那帳單來的時候 我看得很好笑 他把我送 我上網的費用 是三萬多塊 但是會有一個負三萬多 因為我是用 吃百萬的 所以說 他意思就是說 你把我用這麼多 我沒有收 收一條基本的而已 因為那帳單 以前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因為現在這 NCC 說起來NCC 有時候我們 好像過街老鼠 要打 但是NCC 開始也有做什麼事情 有關於上網這部分 他就做一些 業者做一些規範 就說 你最多的 可以收多少 譬如說 我都沒有幫你租 現在我開始用 我不知道 就一直 跑馬錶一直開 沒關係 你跟一個廳度 譬如說 10間都不一樣 這間說 我跟2500以後 我就不會幫你收 反正就要收2500 如果超過 沒關係 你就盡量把它用 這樣 只要我們有協助 不然以前 真是無限 一直把你挑進去 我們常常用的人 我們就 會用什麼 我們會買一個 叫做 吃到飽的方案 現在吃到飽 什麼 699 意思是說 一個月700塊 你要24小時上網 也沒關係 像這種 對 常常利用的人 我們會用這個方式 如果這條 又加一個公圍 可能也要超 五、六百塊 所以一個月 入錢 多少錢 電話 現在很多人都入錢 他幫你 讓你 讓你用這個 無限上網 他還要幫你 幫你 送你一支手機 叫你補多少錢 給你 他幫就是兩年三年 都有 所以說 你一定會 到一定的智慧 所以說這個費用 來說 也是很怕人 一般我們不是說 到底用電腦的人 用上網的人 這也是一個 蠻大的負擔 我現在要跟大家說 我們可以選 我們就選 因為我們不像 很多人說 不關係 都要上網 我們可以選擇選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的手機 現在是 不要說太久的 差不多 比較新南部的手機 它的上網的方式 可以選擇 因為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利用Wi-Fi 就是 我們現在常在家裡 用的Wireless Internet Service 這個東西 另外一個就是3G 兩種方式在上網 Wi-Fi是什麼東西 透過我們手機上面的無線功能 跟我們附近 就是說你拿手機的位置附近 那是有這個 無線網路 這個無線網路 也是用其他的網路連出來的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 中華電信的帳號 它有一個無線發射器給你 我們剛在家裡 這個無線發射器 都自己 所以說 剛在家裡 差不多任何的地方 都可以收到信號 這個是叫Wi-Fi 這些都不用入錢 因為你錢已經入去了 我們自己買這麼多錢 那時候 有中華電信的線進去 那些錢進去 所以說無線電 那就不用錢了 就跟我們家裡 用無線電話一樣 現在有無線的手機 無線的電話 那個話筒 無線的鐵鐵都可以卡 那邊還要納錢 我們納納的那條就好了 這一樣 這叫做Wi-Fi 另外一種就叫做3G 3G就是透過 我們這間電訊公司 它的發射台 跟我們卡電的一樣 這就要錢了 這就看你要跟它 說我要用這個 吃到飽的 或是要跑馬錶的 都不一樣的價格 現在重點就來了 你如果不是 剛好在二四點多久 還是說用量很大 用上網量很大的人 你基本上 不要用他的3G就好了 你把它移一個公圍就好了 這個公圍也幾百塊就快 至於要上網 沒關係 沒有3G我就不要上網 有需要上網 我就來用Wi-Fi就好了 這樣就一個 不錯的一個版本 但是要 要這樣 你最好 我們手機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3G的功能 把它關掉 把它拼掉 如果還有另外一個更好的版本 直接卡電話去客服 他說 我不要用你的無線上網 我只要卡電話就好 他就要把它拼掉 這樣比較危險 這樣比較危險 不說不小心 你有在用Wi-Fi 有時候 沒有Wi-Fi信號的時候 他就換3G 因為這個電話 他都這樣設計 優先是 我們可以預設 就是說 這個地方可以用無線上網 他用無線上網 沒辦法他只要用3G 所以說 我們這部份 如果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很放心的上網 不說去踩到地雷 來到這裡 不可以上網 我連的到還可以上網 說 這賺到了 這不知道 這附近有人用無線網路 無從密碼 還要用到 其實不用麻煩 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剛才這個情形 會告示費用 也很可觀 好 現在這個Wi-Fi來說 在我們台灣 各個地方 都有這麼多 連接的Wi-Fi 給我們用 所以說 我們不一定說 一定要用3G 當然3G的訊號 會比Wi-Fi 比較穩定 但是你如果 在一個Wi-Fi 發射機的附近 還是說 你不是在移動的狀態 其實Wi-Fi 訊號會比3G好 譬如說 我們住這個地方 我們自己有Wi-Fi 我們的信號很強 如果3G 不一定說很強 如果中華可能比較強 如果吉他 不一定強 所以說 我們要知道 這點以後 我們就可以 手機在上網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個 比較好的選擇 也比較經濟的選擇 我現在就要說 我們台灣一些這些Wi-Fi 支援 這些支援 是免費的支援 要錢就不用說 要錢 錢開就有了 我現在要說的就是 免費的支援 以台灣來說 現在目前 差不多所有的素食店 會都有 但是不是每間不用錢 我現在要說 很有台灣新的一個企業 寶蘭咖啡 寶蘭咖啡不用錢 你進去 他就無線網路給你用 手機拿出來 也不用密碼 直接就用了 還有很多 像那個 漢堡王 漢堡王你也做一下 就不用錢就可以用 其他 像不可以留的 他們都跟中華電信配合 你若是中華電信的用戶 來說也不用錢 不然你就另外 就要再去付費 另外其他像超商 超商來說 全家 全家不用錢 大家知道 你如果去全家便利商店 你要用一個無線網路 用Wi-Fi是不用錢的 但是有一個限定 你一邊可以用30分鐘 我們去的時候 你看到全家的Wi-Fi訊號 叫做FamilyMart 看到的時候 那也是要密碼的帳號 要怎麼拿到密碼帳號 你就要有一個機器 會員的服務的機器 你剛才試 你如果不是會員 當場加入會員就好了 加入會員以後 你用你的費員號碼 就要去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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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 叫做 成長鮮 嘗試新鮮 好像這樣 你直接把他點下去 打會員號碼 就一張 託一張抓出來 帳號多少 密碼多少 金額 零元 不用錢 就在旁邊 就開始可以上網 把密碼帳號打進去就能上網 這麼多 7i 但是日本的7免費 所以說我去日本的時候 我到台灣會帶給他簽好 上網去日本的7-11 去給他簽帳號 直接跟日本 你找到便利商店7 我們日期就可以用免費 但是有一點 日本的7-11很少 人家很愛國的 都用Lawson 一些他們本土的 Family Mart也在日本 所以比較多 7-11比較少 但是也是不用錢 台灣的 我們這裡的店公園以後 大半路要用Wi-Fi 要錢嗎 也有要錢也有不用錢 以台北來說 台北市 台北市有一個叫做 台北Free 台北免費 台北Free 手機打開 Wi-Fi打開就看到了 有一個站台叫做台北Free 就不用錢了 不用錢的一樣 你要把它注射 注射你把它打你的 基本資料下去 他就傳一個簡訊給你 那個簡訊裡面就有密碼 你就要把它輸入 輸入一次後面 你的手機沒換 還是沒重慣 就要用都不用錢 可以叫台北市 但是有一個 有一點要住 鬧區 你如果離開太遠 走到鹽民山 那沒有了 你要想辦法去隨便利商店 如果到台北市來 差不多 這些比較大的路 都有Wi-Fi的訊號 都叫做台北Free 另外也有 有一個叫Wi-Fi Wi-Fi Wi-Fi 不是 Wi-Fi 那個愛情的 那個 什麼人你用得多 都差不多出外人 差不多是像外國 外國來台灣出土的 或是說 不知道這些主委的人 就用那個 那個其實信號跟台北Free 差不多 那是愛情的 一般 那為了外國人 審的東西 一天多少錢 譬如說一天 我記得以前是一百塊 一天一百塊 輸貸你用 輸貸你用 要怎麼算 譬如說你現在開始 用到民生貸的錢 算一天一百塊 說起來費用也多多了 早期 我們沒有台北Free的時候 我也有用過這些東西 用這些東西做什麼 做實況轉播 沒有人現在我們都要給頭 有什麼切頭運動 那時候又沒有那個 3G又很貴的時候 幾個我都用Wi-Fi 用Wi-Fi 一天一百塊 可以做很多事情 也是有 總是 現在免費的主委 越來越多了 在我們所有的 台北的轄區 包括捷運站 車站 什麼這些公共建設 包括便宜醫院 一樣 像台北的 這裡所有的私立醫院 都一樣 有台北Free都不用錢 走到其他地方 譬如說 台大醫院 也有一個 台大醫院 有一個叫 客人 客人的帳號 客人的帳號 那裡也不用錢 所以說你只要 有時候我們在那邊等 看病 等什麼時候 沒事 你手機拿開 開開 那有線 信號一堆 其中就不用錢了 我們可以嘗試看看 所以說不一定要用3G 我們用Wi-Fi 也用到那邊去 離開 台北市會怎麼樣 來跟我們家 那 那 在台灣所有的飛夾頭 也都不用錢 那不是叫做台北Free 台北 沒辦法把你關到全國 那叫做什麼 叫做愛台灣 愛台灣 愛 I I就是 I-J-K 愛台灣 愛台灣 也是一樣 跟台北Free的架構一樣 也是都不用錢 你可以去註冊 所以說 你用這些無線 這些邊境的無線網路 可以走遍台灣 說實在 我們也不像說 有的人 那個需求 那麼多 不關系愛連的頂頭 有時候我們 現在營養的 剛才在等車 從什麼 順便看一個東西 我們如果有這個需求的人 這裡的很有夠 很有夠 不用再多錢 不用再多錢 再來 我們有在看 這麼多人 利用3G 唯一說 我就用無線上網 我就 不是跑馬錶的 一國多錢 所以說 不管是 我也拿出來用 像這種人 他的用度 就多一行可以用 這樣 我們手機 每個手機都有導航 都有導航 你不用另外去整城市 他本身 你如果連那個 當然有些導航程式 可以整 有人說 我就不會整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沒關係 本身你上網 Google Google的 Google地圖 Google map Google map Google map 本身 它就有導航的功能 不是 稍後 如果我們開始要來實作的時候 你開開 因為你有衛星定位 還有Google 可以上網 去Google Google map的網站 我們就可以做導航了 因為 現在你的位置 他知道 因為 衛星定位 你只要 打路 你要去打圍 甚至你可以連打也不用打 我用手鞋 我用什麼 紅帆 注音 不用 手機 百萬一百 就是Android 這個系統裡面 有一個語音輸入法 麥克風 你就拿起來 我現在要來 桃園高鐵站 你怎麼告訴他 他知道 他隨便你 打一個桃園高鐵站 他就Enter 你下去 他就教你怎麼走 現在每個人都有 你不用做什麼 程式都可以了 因為這個東西 Google在 變化 這幾年來 他的主員越來越多 像這些 導航這些東西 尤其手機 還出現這些東西 這些 功能 他 這個 Google的網站 他提供的服務 越來越多 包括路況什麼都有 我們如果 手機 你有辦法說 我用3G 不管是我 都可以上網的人 這個功能 你就要好好 他使用 比較不會迷路 導航 他又跟你分幾個樣子 你是走路 或是塞車 或是要坐大眾運輸 他都可以做不同的規劃 可以試試看 如果說 我都沒有 我只能用Wi-Fi 但是我旁邊的人 我們兩個島上 要去搭檢 要去搭檢 要去辦什麼事 他的手機有3G 我沒有3G的帳號 我有Wi-Fi而已 要怎樣 思想也很周到 我們這個作業系統上 他可以問他的3G 跟他做分享 他那些手機就變基地台 你就去收他的訊號 你也可以上網 可以多少人呢 當然 人所也有限制 他也像一個 我們叫做分享器 分享器也有限制到255個 但是手機不可能這樣 因為這樣就可以 變大家都變叮噹 越久越好 所以說 我們有時候 如果是說 要用這個功能的時候 會密碼稍微 寫的 不然 我們旁邊的一些 不可以通通透過你的手機上網 雖然說你沒有增加費用 但是你會變得很慢 這點 可能 大家如果不要用過 要注意 要用過的人 如果沒有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也要盡量 盡量這樣做 不然到時候 可能 你自己要收容也很困難 好 我們現在 我看時間 存不多多 所以我想說 我們現在開始來看看 手機拿出來 我們開始了解一下自己的手機 我們 後面 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們現在Wi-Fi有開嗎 有齁 好 來我們來試試看 還有 不要用手機上網的人 請舉手 有 還有很多 手機拿出來 可以拿出來 你如果是 我們先要確定 確定說 你手機 有Wi-Fi功能嗎 有 有的是 他只有3G 跟卡電功能 他沒有Wi-Fi功能 如果沒有就沒辦法了 你就可能手機收起來 當聽眾就好 我相信大部分都有 這支就有 這支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應該有Wi-Fi吧 如果有的人 我們拿出來看看 上過網的人 沒問題 你就自己 先把它連上去 Wi-Fi先連上去 我剛才看到的 我們這裡 你如果Wi-Fi打開 我們就看到 我們這裡的站台 叫TCG5 五樓 TCG5 那個就是了 他的密碼 是8個0 8個0 你就可以連上去 就可以連上去 我們大家來看看 好 現在開始連 如果有三個問題 可以隨時提出來 還是說 你如果說 我今天手機 我沒有這個功能 沒關係 你如果有些想要知道的 也可以讓我 知道 問我 我幫你回答 譬如說 要怎麼入門 其實 現在很多手機 比較低階的 一樣有Wi-Fi的功能 也是免費的 但是 他的條件就是綁約 我們如果說手機 我就 有可能我繼續用他的 不會去用北京 會有時候 不用擔心 有一支新手機 也是不錯 用的苦慮 用的苦慮 去拔一支 來 現在有什麼問題嗎 來 哪一位 好 不然我們現在 我們大家來看一個東西 有連開的 有連開的 請舉手 後面 後面那邊都連開了 對 有連開了 你們的手機 如果是用那個 Android系統的人 請他手 用IOS的人 Apple的 你用iPhone 你看 你這樣愛放 對 你的穿得很漂亮 好 當然不一樣的 也差不多 大同小異 現在連起來 以後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我剛才說的Google Google的一個 導航 我們來說那個 來 看那個Google導航 你如果不要用過的人 如果不要用過的人 不要再試一下 不要用的人 我們第一個 先進到 那個Google網站 Google Map Google地圖 試試看 我們來試試看 看它的導航功能 有人用三代機的看 現在的手機 蠻耗電的 現在這個 智慧型手機很耗電 你如果說卡電話 續航力 有可能 你差不多三四天再去重一邊電 比較接工的人 可能兩天 但是你如果上網的時候 差不多半天而已 甚至你如果電力比較老的 不是半天 三點鐘 那就沒有電了 出門 再去出門 只要捷運頂 路上半點鐘 來公司說存一半 存一半 今天要電下去 今天要接不到 這是正常現象 因為有人不知道說 我手機到底是怎樣 是派機了怎樣 不是 這是現在的手機通病 也沒辦法 因為 你是一個電 你是一個電腦 要用電 用得上 也沒什麼過分 當然 我們這個科技的進步 電力的容量會越來越多 還有它的續電量會越來越好 我相信 要能夠續航力要超過十個鐘頭 甚至二十個鐘頭 那是很容易達成 很容易達成 我們 很多人會說 我如果沒有夠用面 如果有常常在用這方面 我們上網的需求的人 有一個叫做行動電源 行動電源要先買一個 以前常常買電池 我說買兩顆 多買兩顆電池可以換 但現在 不好意思 現在手機 可以讓你搬去換電池 存不上幾隻 存不上幾隻 都不能換電池 大部分都不行 像我 這隻 雖然說老房老 這隻那時候買很貴的 這完全就是說 就是 一隻電腦嘛 他把油鍵盤 還有 人家所有東西都可以搬 我裡面要搬到什麼卡片 還是電池 什麼要搬 就跟以前的手機一樣完全一樣 所以說 那時候早期做的東西 都是不錯 他不會 他還是跟傳統這樣一路走下來 不像現在 現在 如果新的東西 要做得輕薄 所以他的東西都不錯 你電池如果搬 一般電池差不多 兩年 幾乎兩年 二半兩年 電池搬的時候要怎麼辦 你手機要斷掉 這樣 這是有這個事情 iPhone iPhone就是出現 就出了這個狀況 那時候 iPhone的時候 他是保固 電池保固 一年八個月 十八個月 一年半 十八個月 排氣的時候 電池越來越沒電 上網的時候 跟人家上網一個鐘頭就沒電 用卡電池 當然你的電池越來越壞 卡電池的時候 變純淨 一天都要用 結果有人就說 我這要怎麼 拿去那個 Apple的服務站 說我電池 要換 他說不行 他們不能換電池 那是以前 結果大家就很生氣 說我買這支電池 你沒辦法用二半 用兩年 一支還沒辦法這麼貴 所以說很多人很憤慨 在美國 就大家當年書頂頭 就開始了 開始我們這些人 大家都聯繫起來 其中有一個 也是使用者 他就是律師 一個律師 他就自告附用說 我們來打 集體官司 現在是給他 給Apple Apple之後就叫 就告輸去 告輸去 之後發言判決 你說 你要給他修理 不但要給他修理 保證年限 要給他延長 這樣事情 如果有上網 我們都知道 結果現在 iPhone 會變 比較好 假設我現在沒電 我拿給他修理 你要給我換電池 我錢給你嘛 你要給我換 再來就保固時間 拉長了 拉長了 所以說 這個 這 立龍 消費者的力量 團結起來 開始有效 所以說 這麼大廳的公司 他沒辦法 只好走上這個 潮流 跟著這潮流走 所以說 我們現在用 智慧型手機的人 現在他的夢魅 就是 電都很不夠用 這我剛才說過 這 減減的都會改進 現在越做 像耗電 什麼功能都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理想 好 現在 我就上到Google Google Map的人 有人上去嗎 開始可以去看看 怎麼可以問我們問 因為我們這麼多人 有問題才問我 不然我沒辦法說 單獨對哪一位來做一些這些解說 如果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今天如果有其他有像這些這些 智慧型手機或者電腦的問題 也可以大家提出來 好 來 我看看 對不起 Google沒有用過 喔 各位沒有用過 在這裡 電腦在這裡 喔 你還沒有設定帳號過 一般 像你這個系統 我們在用 除了 不管你用哪一款系統 第一個 你要用到它的網路功能 你可能要去注射 注射因為你如果是用Android 它是Google 發電材 你要去Google 用電腦 先去Google 去清一個帳號 去Google Mail Google的信箱 去清一個信箱 對 不是 你有那個信箱的時候 你用這個信箱 你把它打進去 密碼把它打進去 得到一個認證 用E-mail去認證 對 你現在打一個 打一個你的帳號 E-mail的帳號 手機都要設定 包括就是怎樣 包括就是 你如果用LINE也一樣 用LINE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準備 要打電腦用 要打這裡用 你手機的貨物就可以了 自己會去打 都有 都有 你如果想要用電腦的時候 你也要給一個電子郵件 一個E-mail address 你把他打進去 他就給你一個 你可以把他確定密碼 拿來PC用 拿來電腦用 拿來密碼就可以了 對 要設定這個 上網 上網 對 對 最主要就是我剛才說的 這個Android這個系統 這個作業系統 你要經過認證 他才會有你所有 擁有頂頭的組員 所以說 這個是必備的 這個是必備的 沒關係 沒關係 很好 這樣沒辦法 再利用 但沒辦法時間 因為 可能大家 現在 我看低頭組 一個一個一直走出來 這好現象 因為 有時候 譬如說 我們要獲得一些資訊 像 張宰器 張宰器 對嗎 張宰器 6點 8點 大DC 我們的記者會 我也是用手機看 我們是 我們爬起來 我去民生上 我開電腦太麻煩 用手機看就可以了 像這樣 開始很方便 有人要掌握訊息 都給很方便 對 電腦 電腦 沒聲 電腦 沒聲 有人聲 有聲 沒聲 過一段時間 沒跟金起來一樣 會聲音出賣 你所謂沒聲 你所謂沒聲是 譬如說上網裡面有音樂 還是有什麼聲音 你說那個聲音 還是 現場 現場 你張你看到那個沒聲音 對 張那我要介紹一下 張 剛才DC 那個實況轉播 他有兩個頻道 兩個頻道 上頭一個 下一個 上頭那個 都在門口 第二 在裡面 上頭那個沒聲音 你去開到上頭那個 下一個有聲音 所以我兩個都開開 但是 張那個頻寬可能不夠 所以這樣斷斷續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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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再來 你如果想我開開的人 金本不得其門耳入 因為人數太多 你五點就開開 我也差不多 我五點就開開了 所以說 我頭到買 我都連在上面 只要你這個量 使用量 跟一個庭頭人數 跟一個庭頭 就不會下來了 要等有人下來 好像人數管制 因為我們那個帳號 好像是不用錢的 Ustream的帳號 不用錢的 不用錢的 就有限制 不然其實Ustream要錢 沒關係 那沒有人數的很多 我也記得311那年 日本大地震那年 那用Ustream上頭也是 我們HK還有幾間 他們的東北方面的 一些地方電視台 他們都有用到Ustream做傳輸 因為那有一個好處 你如果 電回去 也沒關係 因為 最主要 如果透過3G 3G 他的用電 跟我們民生用電 都不一樣 你都長電 都沒有電 電話還照卡 手機照卡 上網照上 一樣可以把訊號傳出來 尤其手機子 你如果說有行動電源 不一定要插電 也一樣可以傳出來 所以說 這點 這點應該是 對我們 一些使用者來說 會很好 很好的現象 也有用 我看要用七寸的 這個Mini的 像這種 你不要用這支卡到哪裡 有 有 對 對 對 這個耳機 這個耳機 不錯 現在已經見怪不怪了 一支手機用七寸的 有夠大支 我看用十寸的 我們剛才說一些Wi-Fi Wi-Fi使用 現在像3G 3G的使用 其實現在 目前最快的 你用3G跟Wi-Fi 比起來 如果是我們自己的地方 有提供Wi-Fi服務的地方 它的速度 如果 比較近的時候 它是超過3G 因為3G 現在目前平均 差不多6、7Mbps而已 6Mbps 7Mbps而已 如果是說 我們用到 Wi-Fi的時候 你家裡有可能 用到100Mbps 也有可能 像我 我用50Mbps而已 我們這裡應該是50Mbps 應該至少有50Mbps 如果50Mbps 現在 這麼多的基地台 現在這麼多的無線 我們自己 搜尋的這個基地台 它的傳輸 速度 很快 都 20Mbps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說 你跟3G比起來 讓它多幾倍 所以說 用Wi-Fi 速度 會感到很快 再來 這個 不是Wi-Fi 它也沒辦法 聽牌多久 怎麼說 現在我們常常在看 有一個東西 前幾天 還說 還在那個 這個 4G 4G 4G的Wi-Max Wi-Max 這個東西 如果出現的時候 它是3G 它幾倍 你知道 幾倍 可以搭到10倍 那速度 你就很可觀了 跟我們家的Wi-Fi 最快的來說 可以說 沒有什麼差別 那個上網 就不是過速 很快 很快 那時候就看你的手機 你的手機 如果比較老 有時候 它的CPU 等級比較低 有時候 它的執行速度 當然是頻寬 上網速度 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 電腦的速度 就是說你的手機的速度 如果不夠快的時候 一樣也會拉下來 現在 比較新的手機 現在有加 雙CPU 而且每個CPU 是四核心 雙四核心 那個 Samsung Samsung的 Galaxy 和Note 2 像這支 那些 那些 它用的CPU的等級 已經超過你 放在座子上的電腦了 所以不怪 它直接要賣百萬幾塊 算起來也不說多貴 電腦要做小小吃 介紹跟我們做雞馬 差不多 所以說 說起來也合理 也合理 像 較高的 像我這個 我這個還要雙核心的 雙核心算現在是老爺基 你媽媽四核心的 再來 記憶體 越做越大 還用的外插 像這些東西 這支援 如果是讓你擁有的時候 你的手機 你的那時候發現 就跟現在不一樣了 這個試機 到底當時的出來 其實 早就有了 早就有了 只不過 它的基礎建設 還沒有很環境 所以說 看地方 我們台北 台北市有 新町有 台中 台南 高雄都有 其他的所在就沒有 它的基地台的密度 還沒有很高 所以說 在非都會區 在勇士基人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沒有什麼機會 在市區 勇士基的人 也沒多多 他們現在就期望 期望什麼呢 期望 這個 手機 跟平板電腦 這個如果是 將來 這些 你如果比較新的 有的人說 我現在不買 買 不是說很破洩 我們不需要說隨買 4G 可以收4G訊號的 這些電腦 這些平板電腦 還是說手機 後面都出來了 只要4G 達到一個建制 這些基礎建制 達到一定的密度的時候 那個很快 很快 很快就都出來了 那時候我們要使用 就很方便 不像現在 有些人 這樣 等一波 比較容易多 等一波 就是連不上去 速度跟電腦 比起來 有些人用起來 很興奮 用電腦覺得很快 用手機 等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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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同時 說到當機 這個剛才沒說到 我們的手機 我們的智慧型手機 也會當機 當機的人請舉手 很普遍 當機要怎麼處理 關機 對 關機也是一個辦法 但是不要太高興 它的開關 它的開關不是實體開關 關機還要按幾秒 才會關 問題是說它也會在遭城市 它就是不理你 你按到開關壞掉 點下去 它也不要把你關機 現在就是這樣 手機本來它就叫電腦 電腦當機是很正常 很正常 關機當然我們可以用正常的辦法 按Power開關 電源開關 比如說擠火廟 大家就按不開 如果按不開 怎麼辦 你怎麼會這樣 拨電器 電器又沒有拨 拨電器 現在新的電器都在裡面 你看到怎麼拨 沒辦法拨 如果剛才下雨的情形 沒關係 一般 我們如果是新的手機 你趕不起來 你把它放下去 因為它一定在摸一個城市 拨電器沒有拨 自己在那邊一直拨 再一次拨 它一定會停止 城市的設計 就是說它在跑成什麼城市 跑到一定的時間 就是跑不出來的時候 它一定是跳開放棄 那時候才把全力交給你 所以不要急 像我這種就沒關係 我就拨電器 打起來就好了 馬上可以用 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好 如果說到剛才這個 這個檔機 我們手機 手機 手機 會檔機 會檔機 大部分都是你自己拍的 他自己不會檔機 怎麼你自己拍的呢 因為你剛才重複做很多事情 譬如說你要輸入什麼東西 你把它刺下去 看都沒有反應 你會放名字 一直刺 刺到 它一直這些動作 一直在循環 他到時候 跟小妹子 他就會打結 在那裡 要怎麼樣 其實這個 你事先 你事前 你如果有做一些準備 這些都可以避免 另外就是說 你可以事前 帶你手機做點事情 跟他用點心 跟他做點事情 他的速度會很快 他也會 檔機的情況也會很快 甚至檔機 會很好處理 我們在電腦裡面 有一些像這個 我們叫做 U發軟體 可以問你的電腦 你把它整個程式 平常你可以去做一個 清理 它的垃圾的動作 還是說清理系統的動作 把系統 把沒有用的程式 它會移除 要說多久 他就有什麼問題 他就自動 會把你整理 手機上面也有這個APP 有什麼東西 有一個叫做 如果有用的人 你可能 你去Google Play Google的商店 你去看就知道了 有一個叫做 Z 對英文字母 最後一個字 Z D D D BOX BOX 箱子 還是TOOL TOOL 你搜尋這個 那個是一個 叫做 手機的清道夫 它會替你的手機 不管是把你叫做好洗好洗 像一個費用一樣 你下載把它放下去 總之以後 你的手機 裡面就有一些功能 新的功能 什麼功能呢 它會管控你的 程式執行的狀態 你用手動的 我們裡面沒有照的程式 你不一樣的 那些 都會把你清掉 這是不錯的一個工具 電腦 一樣 手機是電腦 它也會中毒 當然也有防毒軟體 可以掙 但是現在聽電腦中毒的人 手機要中毒的人比較少 比較少 因為 可能是使用的關係 還有這個病毒 不斷手機上面 不像電腦的 倉絕 不一定要掙 不一定要掙 但是我剛才說的 這個 要整理手機 要讓 系統優化這個軟體 也是有必要安裝 另外 你如果用Wi-Fi 或是用3G 你用那個call路 都有這個軟體 叫做一個 Wi-Fi Switch Wi-Fi的開關 它是主動的 你如果掙到它 你如果電腦不在用 手機不在上網的時候 你可以設定 譬如說30秒 沒有30秒太多 設定說5分鐘 30分鐘 30秒有比較長 差不多5分鐘 10分鐘 都可以設定 設定以後 你如果是不在上網 它主動把你切掉 那是什麼好處呢 省電 這也是有必要 都可以去Google Google Play 那如果是iPhone 同樣去iPhone 它的APP下載 它的銷售商店 都可以去下載 如果這些東西 都不用錢 都不用錢 上面有很多APP要錢 稍微看 要錢的時候 它會幫你通知 如果不用錢 這些東西 你都可以拿起來 尤其這些工具 這很重要的 這樣你的電腦 你的手機 就不會透露在當機 我的做法是這樣 每天 透露去起來 我第一件事 電腦重新開機 手機也重新開機 這樣會繼續順 有人都沒有開機關機 一直用一直用 這樣有可能 不用多久 你的手機會越來越光 光光電話來 你要接 都接不起來 因為他要去找百款東西 卡在哪裡 也常常會miss 電下去 所以說 我們手機跟電腦一樣 這些東西 你都要去注意到 要去注意到 我們時間好像在要夠了 可能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提出來 不然要說一些 新的可能時間比較不夠 來 請說 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有必要 有必要 不是比較大 雲端硬碟 現在雲端硬碟吃到的是便宜的 吃到便宜的 你可以利用煮圓 放一些什麼 要放在上面的東西 你不要這樣就把它放去 最好加密 壓縮加密 這樣比較不會出問題 比較不會說 你有什麼 帳號可以有儀式 或是有駭客 要自己下載 你放在上面 可能一些 有秘密 什麼 別人拿去拿去 就很壞了 因為我們硬碟是 可以用 因為不用錢 加上都用送的 譬如說 500Mbps不用錢 一支要多少錢 你如果是Google的用戶 像Google就有了 還有 像中華電訊也有 你可以用那個主管 那些主管我都這樣用 我不會放一些 秘密的東西 譬如說我可以放一些 工具程式 基本如果不用壓縮 不用打包 直接把它放進去 我現在出外的時候 我現在有需要什麼東西 我可以上去把它抓下來 更不用說我出門 要帶隨身碟 不用 不用帶 或是說 上頭要放一些 我們去廚房 一些照片 對不對 我也可以把它放在上頭 那個照片我再加密一下 我們的朋友 如果要去下載 密碼給他 做分享 他就可以自己下載 不然現在 像這麼多 這個照片網站 有時候 它的容量有限 我們可以利用 雲端的硬碟 容量會比較大 500Mbps可以放多少照片 那一張三個加 百多張 是 你怎麼會拿兩台 我說厲害 拿兩台手機的人 很多 我以前拿兩台 一台打電話 一台就是上網 到時候想我這樣 經常都不記得去找 和併 其實我上網的機會 不是像那些年輕人說 每天這樣 只要是有空 頭上就開始做低頭組 不然我是因為一些工作的需要 要去看 對 要去看 好 這樣沒有我們今天 就在這裡 時間不早 如果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可以來問 我有Facebook 來 有Facebook 請舉手 我的Facebook 叫我黑板 這位可以下 這位可以下 下的腳 下的腳 下在這裡 我先下我的Line J A M E S T S A O 點 T 六丟 這是我的Line Line的帳號 下禮拜二的Line 我就用一些訊息給你 Facebook Facebook 我的名字 上面是 James大學 James 這有空格 你要打這個 搜尋人物 如果搜尋人物 剛才加一個小老鼠 是比較好 Facebook 上面 你兩個找到 James有很多 很多 這蔡旗的名字 我的頭像 我的頭像 我的頭像是富士山 就一個富士山 富士山 是剛才三萬 三萬秋 上面那個 所以很特別 有個富士山 接著我 可以加入朋友 稍微註明一下 私訊稍微註明一下 不然不知道 我現在不跟黑白一樣 加 我這樣加到通牌 頭像你 大跟你揮 很高興 也加到商業 頭像你做直銷 那也很麻煩 所以說 給我注明一下 其實看我的內容 都知道 我們這些都情編編的 茉莉的 都知道 好 這樣 歡迎大家 其實我們大家也可以做朋友 住上台的Facebook 稍微聯繫一下 稍微聯繫一下 我們的官網上台 好像也有這個 Facebook進入口 其實自己 官網的Facebook 差不多都會 大家橫向都會聯絡到 好 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 各位好玩請客氣 走 各位 是的